负责选出下届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 陈爱乐定 今届选举得破纪录的46%的投票率 10万7千人投票 泛民主派派出300多人参选 成功攻陷多个专业界别 在中医界有零的突破 1,200个选委移植 实际只有1,194人投票 其中泛民取得325席 泛民成功保住社福、法律和教育界票仓 在卫生服务界、会计界、资讯及科技界等 专业界别较上界 取得更多移植 在中医界更加是零的突破 派出3个人成功取得3席 泛民未决定会支持哪位特首候选人 但有个别选委就表明 不支持叶留淑仪或林郑月娥 先由江泳仪报道泛民的得票情况 泛民成功抢工的界别 包括上界只有一席的卫生服务界 资讯及科技界 泛民都可以传取30个议席 我与自己投资 我与自己投资 传统由建制派主导的会计界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 工程界这3个界别 上界泛民合共只得到十几席 今届大约进得到66席 泛民也都成功保住社福界、法律界和教育界等的票仓 而不在泛民名单的民主司路湯家华就在法律界落败 医学界30个议席里面 泛民名单的19席全部赢了 中医界泛民更加取得零的突破 3个人出选全部成功当选 加上立法会议员自动当选的27席 泛民一共得到325席 泛民没决定是否派人出选行政长官选举 或者支持哪个候选人 但是有个别选委表明 不会支持叶刘淑仪和林郑月娥 有一件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候选人 我们是完全一定不会支持的 就是叶刘淑仪我们一定就不会支持 因为很明确地她对于香港的核心价值 是伤害得很紧要在以前她的政绩 例如说在她推动23条的时候 又例如在2014年的政改的时候 她黑色得很紧要 无论是林郑月娥也好 是叶刘淑仪也好 根据她们的往迹 以及根据她们现在目前的立场 都不会符合到我们提出 关于民主自由 关于香港可持续发展这个政綱 我想具体的人选 我们下一步再评论 多个界别都认为有意参选的候选人 应该尽快若见选委讲解政綱 负责协调今次选举的专业议政就说 现阶段对任何投票策略持开放态度 重新撤回人大831框架 和重启政改是他们坚持的诉求 如果最后没有合适人选 不排除投白票 NOW TV记者 江宏仪 泛民在选委会选拘得超过300席 有学者认为 结果反映多个专业界别的选民 对现届政府有不满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 泛民选委可否可以左右特首选情 就要视乎他们能否团结 赛民取得三百多个议席 除了保留传统票仓之外 今届尝试长工的多个专业界别 包括工程界、卫生服务界和医学界等等 议席数目都有增长 学者认为结果反映多个专业界别的选民 对现届政府不满 过往一定有不少的专业人士 觉得小圈子选举没什么好投票 或者我都没有职份直接去选特首 但是今次我想经过梁振英四五年之后 其实他们会有一个体会 就是说其实谁做特首应该都是很重要的 变了这一件事我相信是令到他们很清楚 今次会比较大幅走出来投票的原因 曼岳认为泛民过去主打反梁旗号 随着梁振英宣布不再连任 泛民主派需要重新思考 在特首选举里面 如何运用手中的三百多票 民主派今次取得的三百多个议席 在明年行政长官选举里面 虽然不足以跨越法定的当选门栏 但一旦建制派有多过一个候选人出选 这三百多票将会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 足以左右特首选战的最终结果 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认为泛民最终可否左右特首选情 要视乎他们是否团结一致 虽然说票就多了 由过去二百到现在三百多 但团结性可能比以前更差了 一旦去到外面有世代之争 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而对不同候选人有不同的看法 要团结一致都看得相当分难 刘兆介商上以泛民目前的选委数目 足以凝聚政治能量 争取建制派特首候选人 就不同民生议题表态 NOW TV记者在蔡宏杰里面 部分建制派主导的界别格局未变 其中文化小组由周博言组成的文化同行 15人名单挑战失败 全数落选 而演细小组二东升的名单 只是他一个人成功当选 莫子盈报道 文化小组上一届自动当选 今届出现泛民挑战建制 由汪明泉牵头的文化共用名单 15个人全数当选 周博言 杨雪盈的文化同行名单挑战失败 全数落败 而587票最高票当选的汪明泉说 日后会和周博言等人沟通 我希望日后和这班朋友更多的联系 我都很希望他们对我们的理念加深了解 我们又很想知道这些年轻人 究竟是担心些什么 或者他们想做些什么 周博言拿到423票 但还差30多票才能当选 他认为输在对方的贴票 文化小组 或者体育演艺文化出版界总体的投票率 是比任何其他界别 同一时间的投票率更高 亦比立法会选举时的投票率更高 这只是我的隔壁是这样的 所以证明他们的组织动员是强力开动的 演艺小组今届同样出现竞争 以曾志伟、《红组星》为首的演艺之友 15个人名单 拿到14席 挑战他们的电影界专业名单 即使不是打着泛民的旗号 但都只有以东升一个人得位 我相信都不错的了 因为进来的那位都是大导演 以东升先生 他都是电影界的知名人士 所以我们没有分明两派的 其实是我们的选民不断推动我们 为他争取回他们应该有的一票 例如以东升是金像奖的主席 他是没有票 刘伟强是导演会的会长 他是没有票的 这个如果是一个所谓的专业界别里头 我觉得是一个不是很理想的现象 部分的界别 好像是文化小组和演艺小组 他们的投票率都超过七成和八成 但是高的投票率都未能协助挑战名单 取得零的突破 部分传统界别 好像是批发及零售界 泛民都挑战失败 区议会的界别 亦都未能够取得突破 那我知识记者莫子盈报道